提到山西 你们第一个想到的美食是啥 山西早晨醋 那确实 不过除了醋 山西的粉丝还给我安利了超多他们家的美食 第一个 就是这个反托 我还真是第一次见这玩意儿 外包肉撕开 里面是类似凉粉的东西 撒上调料 搅拌均匀 入口先是辣椒油的香 再是微微的酸 口感是有点QQ糯糯的 好吃哎 尤其是这个辣油 真的巨香 价格也不会 一碗才两块多 饿的时候来一碗很丁饱 哎还不用洗碗 第二个 山西酸枣面 呦 这里面就直接就是土块啊 哎呀 这这这也太像土的这呀 包装上说可以干吃 也可以开水冲服 咱先干吃一个尝尝 哎 摸上去手感比土要细腻 要湿润一些 这也太酸了我 这个酸枣面我觉得香倒是挺香的 但是它是太酸了 太酸了我的妈呀 我们去泡水试试 来来来来 走着 哎 耳宝怪 甘情帮你把的馅 这晚上我觉得得加糖喝呀 啊 就是你们能想象吗 你们去买奶茶的时候 然后买的杯柠檬水 不加糖 柠檬水不加糖 就那个味 那我看好多人说这晚上可以助眠啊 说喝了之后睡得贼香 咱一会儿拿给那个喝可乐就失眠的诸葛 让他混着可乐一起喝喝试试啊 看看他今晚呢 到底是tough还是tough 最后一个 空心热语 据说这是山西人儿时的回忆 就是这个快递 属实是暴力了点 三块饼啊 到我手就一块完整的 它要是都碎了 那我还真的没有办法判断 它是不是空心的了 摆一下啊 哦 呦 它里面真的是空心的哎 是豆沙芝麻馅的 尝一口 真的是非常有年代感的味道 这里面那个馅啊 就像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吃过的那种汤圆 嚼起来呢还稍微有点沙沙的口感 外壳比较酥啊偏硬 里面对于我而言有点甜了 我个人呢还是更喜欢吃这个碗铺啊